侯市長是OK 他應該是那個 他應該是大概就是 被某些人騙了 就是他老闆 那個朱老闆 戴下國情貿開口著驚人發言 他就是聯電榮譽副董事長 宣明志的兒子 謝謝 謝謝 我來回答 他要回答 本來在旁邊忙著吃飯的柯文哲 聽到這話馬上醒來 驚訝的說這是他 個人發言 我不代表柯文哲 但是我們老百姓的心裡 都覺得侯友宜被朱立倫騙 宣董兒子喊著藍白和白藍和都可以 但本該在這的應該是他父親 我來這邊一定是代表 那個薛明志董事長 就我爸爸 這一次我們柯P 已經先舉手出來說 他要選總統了 那如果他成績很好的話 我們就跟他玩 就這樣子 看起來柯P的成績是 上半場是很好 就連吃個飯都要代父出征 或許也是鑒於特殊身分 畢竟宣明志最早行動力挺郭台銘 後來合體侯友宜 或許不宜跟柯走太近 不認為被宣明志給了軟釘子 但與美麗島電子報董事長 吳子佳鬧翻卻是事實 因為22號兩人原定合辦的董事長 開獎高雄廠確定喊咖 民眾黨稱是因為吳子佳 有太多活動要辦 讓本人很不滿 郭台銘一點關係都沒有 是他們的這個陳志涵 用這種惡意批評的方式 我認為是柯文哲所指使的 我之前講過的 柯文哲放狗咬人 你有跟吳子佳道歉嗎 我會想跟吳子佳和歉嗎 只是原想合辦開獎拼曝光 但現在鬧翻沒得獎 依舊有聲量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